好,我们今天来录一个大疆OSMO Pocket 3的开箱视频 因为我是一个新的视频博主 所以绝对是没有充值的 完全是自费吃巨资买了一台Pocket 3 那么现在就来给大家开个箱 可以看到整个塑封都是完好无损的 是完全全新的一台Pocket 3 撕掉这个标签下面就可以打开了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正面 正面是有一个OSMO Pocket 3的名字 包括它里面有增广径和Mac的发射器 以及续航模块 背面可以看到它的一些特性 包括1英寸的大底4K120帧 以及2英寸的旋转屏 三轴银台智能跟随全景向的一个对焦 D-Log和立体声 小脚便携等等这些特性 下面列了一些包装的清单 好 我们把它拆开 可以看到一个干燥机和一个小手包 Pocket 3的本体和其他的一些配件 都在这个小手包里面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快速入门指南 包括一些创作者的套餐和剪辑APP的二维码 这个纸盒子里面是它的一个保护壳 撕开一个小的说明书 那就不管它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保护壳里面有两个磁吸镜头的地方 再撕开这个小手包的一个塑料包装 你真别说大疆的这个小包设计的还是真的挺好看的 包括它的材质 我都是挺喜欢的 好 现在我们来打开这个包 看一看里面有什么 首先第一个看见的呢 是我们的Osmo Pocket 3的本体 屏幕上还贴着一个保护膜 一个说明书 好 先放到旁边 我们接下来看 这个应该是它的一个 四分之一的螺纹的接口的拓展 四分之一的接口 充电口按这个按钮 它是可以把它给送开的 它是一个卡子 卡在Osmo Pocket 3的本体的上面 再下一个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续航模块 续航模块它的样子呢 其实跟那个四分之一英寸的螺纹接口是差不多的 只是它更长了一些 这个按钮呢 它上面会显示一个电量嘛 这个呢就是它的三脚架 自带的一个原装三脚架 挺精致小巧的一个 这个呢就是大疆的Mic 2的一个发射器 可以看到它的全透明的外壳 是非常的精致 非常的有科技感 自吸的一个充电触点 Type-C的Type-C的数据线 这个呢是一个增广径 我们看一下这个增广径 是怎么吸到这个保护壳里面的 好 这一个呢是麦克风的一个磁吸的一个磁力片 最后一个呢就是一个麦克风的小帽子 防风帽 它有一个插口可以直接插在这个麦克风上 这样就不容易掉 好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包还真不错 好我们现在来撕开这个膜 神奇的一刻出现了 刚开机会让选择语言 好它刚开机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操作的指引 教学 现在我们手上的卡呢是三星的128G的Evo Plus的卡 插进去试一下看看 好这个还是很多人在网上吐槽的 需要用一点支架 才能插进去 开机了之后其实要升级系统 暂时我还没有用手机APP来连接 拍摄的模式 镜头会转向180度 选择分辨率 我们选择4K 60帧 最高的一个分辨率和帧率 OK开始拍摄 下一期再分享一下实际拍摄的视频和感受吧 拜拜